食藥署证实,降血脂药罐止妥除了批号MV503爆出伪药风波之外, 另外还有批号MK479也确定有伪药情况。 药厂将全台回收换药,而社区药局现在也出现了退药潮。 先前传出利清之、伪妥利以及加糖伪等也有伪药的疑虑, 食藥署则是曾经表示,目前并没有任何异常的通报。 降血脂药物罐止妥被查出假药后,民众用药不安心, 这几天社区药局已经有民众上门来询问或是退处方签换药。 民众之所以这么担心,是因为除了先前冠植妥批号MV503有问题外, 食藥署也证实批号MK479也有伪药,而基于病人用药安全, 药厂将主动全面回收,更换所有批号的冠植妥, 重新提供英国原厂进口的原厂药。 至于先前外传利清之, 微妥利以及加糖伪也有伪药的疑虑, 食藥署澄清这三款药物没有异常通报, 而为了避免影响病人用药的权益, 健保署也将从宽认定民众换药时, 不受重复用药的限制。 至于开出伪药的诊所或药局, 健保署将追逃给付, 如果知道伪药而大量进货, 最终将给予停阅的处分, 记者为了讲龙响的报道。